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就是前两三分钟说 归芳姐你是自己签名吗 我这种老实人我就说我没有啊 没有亲自签啊 那我觉得应该我是老实人应该这么说 就是黄昭顺副秘书长他打电话给我几天前 他就问我大概是说我大概谈一谈 他大概谈一说目前的选情的状况 是比较不好的非常的低迷 我自己认为他也提出来问 我是认为朱若是如果出来 我是愿意的 所以我有表示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我的名字会在上头 我并不反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真的这也是万万不得已 尤其我那么支持祝祝姐 虽然跟他私人不是说那种亲密的关系 我是以一个忠贞党员 既然是我们国民党推出来的正式的总统 这个候选人当然支持到底 而且热血的支持到底 可是走到现在我也常常讲 政治是一个实力 政治有的时候还蛮残酷 我们应该从好的方向来讲 他的心态要稍微改变一点 抛了砖 当时候抛不了砖 引不了玉 这回一直到关键的时刻 真的引来一个玉 这个玉就叫朱立伦 他应该有一个心态 终于把这个朱立伦引出来 他应该很高兴 而不是有一点不悦 这一个人的心态 两种想法 要是不高兴 他的结果就是硬碰硬 要是突然想到 我还真有贡献了 我把这个玉引出来 我觉得他的心情 他的胸襟豁然大开 他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我要特别讲 花木兰大家都知道 这个他从军 代赴从军12年 他凯旋归来 引为千古佳化 他在这一段期间 走了几个月 其实我觉得我再一次要说 国民党真的应该感恩 还要肯定他的贡献 若是从这方面来讲 我就一直讲 要遵从他 要感谢他 感恩的他 不是像有的人乱放话 好像从负面的 那样羞辱性的 侮辱性的 要叫他换柱换柱 叫他下来 那任何一个人 都有人格 都有尊严 我是这种方式 不愿意 我说一定要有很尊严 肯定他之下 我愿意 这个朱主席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要再讲 我也不喜欢媒体 一天到晚说 拔柱换柱 灭柱 你们现在真的把它灭了 其实我觉得你们喊喊 你们的这种媒体的观察 可以 但是我们的本党同志 尤其党中央 或是所有的这些党职人员 我们就不能随着你们的口 讲什么灭柱啊 之类的这些负面的话 我自己讲 我党员同志 绝对不可以这样讲 应该来讲 碰到这种情势 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生存第一 然后才有价值 一个人都死都死了 国民党若是在大选 这个目标没有达成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生存 就没有办法发展 当这个生存是第一的时候 有的时候把这个价值 暂时收藏起来 我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我们对于朱祝姐 不能够有那样的心态 灭柱 灭柱我们只能讲 稍微调适 调适 调整我的选举 我请教一个问题 我请教一个问题 当所有的人 几乎都认为 国民党的席次 有原本48席 可能只有30席 这是国民党内部讲30席 甚至有看税 到27席的时候 因为你参加中常委 我请问一下 国民党中常委的心情 他们有没有焦虑 我觉得不要说是中常委 所有的党员同志 还包括一般的基层民众 这些爱中国国民党的 支持中国国民党的 这些普罗大众 都有一个集体的焦虑 我觉得焦虑 已经焦虑了一个多月了 所以是真的有焦虑 所以我们要有一些时务 所以因为时期关系 我稍后再请教贵方 当然我想这个时期 我也可以请他回应一下 因为看起来 好像我们媒体人都 都有参与 但是我知道时期是坚持挺住 好来 问题来了 等我广告之后呢 广告之后我要接听观众朋友电话 我的问题很简单 第一个是 如果真的是住下朱上 2016年国民党可以返回 立法委员选举 甚至总统选情吗 我想请问观众朋友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真的会觉得是朱上吗 这是我第二个问题 等我请欢迎观众朋友 一直打电话来 所以焦点到了 现在来咯 宫廷大戏是挺这个红还是挺朱呢 那我们要问一件事情 现在国民党内部就有所谓挺住派 跟挺住派 现在在内斗 这样的事情 你看得下去吗 等会我要请教一下 也要请教一下 这个我们国动委员跟石球委员 因为他们也是在过程当中 经历过国民党的内部斗争 好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要请问一下 国民党兵推防红营 学王金明打法律战 有可能吗 我要请教国动委员 我们进行广告 媒体绝对不是嗜血 至少在节目上是不嗜血 我们其实资料来源 就是这些你看得到的资料 然后由观众来 由这个观众 你自己打电话来 由我们来宾来做评论 所以我们现在一样要听 我们观众的声音 来新北的萧先生 萧先生你好 你好 你在街上 你好 你好 萧先生请说 我想第一个题目就是说 把住宿节换下来 国民党会不会赢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 机会很渺茫 唯一只有国民党会不会赢的事 才能够有机会一搏 而且这一搏只有三分之一的机会 宿节被犯下来 这个是金要成死 成不得不死 更何况金要成退 成不得不退 一家之罪 何犯无辞 政治是讲求实力的 成王败寇 住宿节现在还是个候选人 还是个参选人 因为国民党 临时前大会还没有召开 还有时间的因素 的变数 住宿节还有一搏 因为国民党的高层 在欺负一个 这些男人 是一个洋谋 来欺负一个正式提名的候选人 都没有在帮忙他 一直在打击他 这真正的是个洋谋 住宿节唯一的机会 团结基层的人 然后把高层的来一搏 才有记忆性的剪下去 谢谢 谢谢 谢谢肖先生替我们红秀柱说话 你看我们观众还是有替红秀柱说话的 另外是金融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你在线上 对你好 你好 我想表达一点看法 我在大学的时候 入国民党 那今年五十出头 等于我快接近三十年的党龄 我们现在在看 这场总统选举很简单 洪秀玉 对不起那个洪 没有能力 朱没有信用 坦白讲 洪本来就是地方格局 你现在就要去选个总统 怎么可能 就好像他只有小 小客车的驾照 你叫他开客运 他也开不动啊 那他本来是应该要自己退掉 对啊 他钻头的功能已经完成了嘛 那现在他不退 那党内更难看 所以 我相信这次已经大败了 你换谁上来都已经没用了 就算让洪继续选下去的话 你想想看嘛 党中央你不会再跟他配合啊 所以换不换都是食物一条 王先生我请问一下 你是国民党员 你现在是不是很焦虑 当然焦虑啊 所以焦虑嘛 没有我们已经失望了 那你觉得这个焦虑怎么样才能够解决现在国民党困境呢 现在已经无解了啦 无解了 对真的无解 我相信这次一定惨败 是 好 谢谢王先生 哇 最后两通都是来自于蓝营打进来的 看起来真的很焦虑 失信这么解读 如果最后结果不是朱立伦呢 我觉得太荒谬了 我觉得两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我要讲是说 刚刚一直怪罪给媒体 不是 我们是跑新闻 就我们得到的消息 真的是从蓝军里面来的 譬如说 举个例子 新新闻上个礼拜 为什么会登出一份内部的 国民党的内部民调 有人放嘛 那谁去做的 赖斯堡委托 某电视台去做的嘛 所以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那边无风起浪 是真的有风有浪 所以听到的消息就觉得 气氛怪怪的 国民党内部感觉是有一些变化的 所以才会在媒体上面不断的讨论 是不是要换住这个议题啦 那刚刚立耿议员也提到说 对 朱姊实在拉不起来那些气势 没错 他自己必须要承认 他自己的程度不是那么的高 他的爆发力真的不是那么的足 但是今天要换掉洪秀柱 OK 国民党要提谁都可以 麻烦尊重党内的民主 麻烦尊重程序的正义 而不要说因为他民调那么低都拉不起来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换掉 你马英九民调不低呀 超低的你怎么不开除他呀 他有没有带 带这个拖累国民党 有嘛就是因为施政那么烂 民调那么烂 所以国民党今天搞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不开除他 吴敦彦民调差不差 超差的比红秀柱还差 一并开除啊总统副总统 所以民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他比较抽象 所以你不能觉得他很低 所以就把它换掉 那所以呢 那你标准要一致嘛 只要比红秀柱以下的 通通都给我开除掉 可以这样子搞吗 还有一个重点是 就是刚刚议员也讲到说生存第一 对 生存很重要 但是如何能生存 其实还是一个政党的价值 就是你你这个政党是有理想 有目标有价值 有他追求的东西的时候 你这个东西是可以说服人民的 你自然就可以生存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有点倒果为因 我认为价值必须放在生存前面 有价值你才有生存的机会 还有你刚刚问我的问题 到最后如果不是朱立伦 我觉得我刚听了佩芬姐 还有李老大讲 对 如果这到最后是一场谜局 一场骗局 到最后可能不是朱立伦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会更惨 为什么 是因为当中常委的提案上面 都已经几乎是跪求朱立伦 你赶快来给我承担 朱立伦他自己都说 我责无旁贷耶 我愿意承担耶 你话都讲到这个份上了 然后到最后发现 哎呀原来你又开玩笑的 你说国民党还还怎么玩下去 那你说如果不是朱立伦 那还有谁 不会是王金平嘛 王金平早就已经out了 就没有总统这一局啦 那所以剩谁 剩吴敦毅 那又回到我刚刚讲的啊 那吴敦毅民调比红秀柱还低啊 所以我认为还是朱立伦啦 因为朱立伦已经 已经够让大家跌破眼镜 以能力那么差 但是如果今天不是朱立伦 国民党就不要活了 直接解散了 就死掉了 所以我我我会认为 还是朱立伦啦 不会有别的变数了吧 国民党到底要惊吓台湾人到什么时候 惊吓嘛 其实帮石秋跟国动委员 消失在国民党的时候 已经吓到不行了 所以石秋委员 我真的请向一件 现在遇到一个困境 现在花东地区蔡英文主席都杀过去了 最新的民调显示 陶竹苗国民党到票山 sorry对不起 现在已经是几乎是蔡英文 一个人可以对上宋楚瑜主席 跟这个洪秀柱了 所以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看到一个情况是 当然就很多人担心了 洪的言论讲良性 叫国民党新党化 而姚江陵算是蛮中立的人 他都说洪是背离国民党 两岸政策路线的后选 我不以为然而黄昭顺是南部的立法委员 他说提案征召朱立伦选总统 所以看起来这些所谓还在国民党人是非常焦虑的 而国民党外围的人像王建轩 还有张安乐 管中敏 看起来是一定要挺住到底 这样的厮杀内斗 我看陶珠苗跟台东花莲也不用选 杰明 其实很简单 今天洪秀柱 当然有他的问题 你打开今天不管国民党讲的 其实在每一个节目上大家都提到了 洪秀柱是有他的问题 他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其实我们看他过去的表现 他谈话的确有问题 但就像我所说的 你到底是要尊重这个制度 还是要尊重比较虚幻的民调 或是更为抽象的大局 如果民调作为基础的话 刚才时期有谈到马英九 那朱立伦在最新的 所谓的县市长的马英台行榜话 挂车位 那他是不是也要走路了 民调是共参考的 但是制度是白纸黑字固定的 当你毁坏这个制度 你伤害的不是洪秀柱 不是总统的选举 是你整个政党几乎就被摧毁 刚才李老大讲了一个说 国民党到底会下钱 那很重要 我今天可以告诉各位 今天洪秀柱后面没有跟他立委合照 就认为说选情不能拉抬 洪秀柱下面只有200人 选情不能拉抬 明年1月16号选完之后 我欢迎大家所有人去 监察院调那个政治现金公报 如果朱立伦选过 或是另外一个人选 站在他后面的人 是拿了多少钱 他下面本来洪秀柱200人 变了2000人了 你看朱立伦 我们上一届 花了多少钱 最早当然李登辉说 连赞选总统2000年 花了近百亿 在追查党产的过程当中 那个当然是虚幻 但是还没有政治现金法 就拿政治现金法的白纸黑字 在2012年的时候国民党给马英九 当时的党主席给自己选总统 是两亿将近四千万 去年的县市长也是白纸黑字的 县市长胡志强拿了五千万 朱立伦本身国民党给了他两千五百万 如果说今天你洪秀柱 今天这些所谓的中南部立委 不跟你拍照 等到有一天叫我所说 我们应该去对嘛 突然出现了张三在他后面了 突然出现南部的理事在他后面了 我们回去看哦政治现金公报里面 他拿到五百万了 他拿到八百万了 那就知道并不是换了红袖柱的原因 不是这个人有魅力 是因为他可以开支票了 因为我们在 我们清楚吗 政党给候选人是没有上限的 个人最多十万 企业最多百万 但是给候选人呢 可以从马英九的两亿四千万 到胡志强的五千万 到朱立伦本身 以去年政治选台新北市长两千五百万 如果你今天所谓的魅力 所谓的跟在你后面的 原来是因为你可以开支票 坦白讲 就像李老大所说的 你当时断了他的粮草 你当然就看不到后面有立委了 你当然就看不到前面只有两百人 看不到两千人了 国民党的动员方式有很多种 台北市自动自发的平行而论比较多 中南部好听一点叫动员 说难听一点 我想我们国动在中部也选过 你不搞个便当 你不动些游览车 你要凑两千三千人是相当辛苦的 我不敢说每个中南部立委都如此 但我相当的比例相信 没有所谓的资源下去 这些人坐在板凳听你讲 一个小时的话不容易 所以我再次强调 如果今天你党中央不给钱 让洪秀柱来参选到最后 那个所谓的巨星也好 或是狱出来了 到最后他发现他也不是狱 他的狱是堆积在国民党的党产之上的话 那这种狱让人家情何以堪 所以我昨天在这里建议的 我今天再次建立洪秀柱 洪秀柱讲 我立刻宣布退选 但我希望国民党把所有党产捐出来做公益团 公益使用 捐给弱势团体照顾弱势 我认为国民党不需要靠党产来打一张选举 我现在立刻退出 你将了不管是朱立伦也好 王金平 我不相信这些人 如果没有党产给你五百万 给你八百万 给你一千万 他能够真的就像朱立伦所说的 也好 王金平所说的 你们都因为基层不支持你 基层不支持你 当然他讲话有问题 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办法 因为洪秀柱没有办法开支票 难道原因不是因为两岸的问题 难道原因不是立法委员的这个选情不佳 难道不是因为总统候选的民调不好 原来是粮草没有到 所以事情不能演下去吗 国动委员我真的很好奇一件事 当然这就是国民党的文宣 就是透过文章新新闻 这个周刊出来的 也就是时期讲的 这个内容怎么来的 答案就是一个立法委员 但是我要问这个国动委员 这么多的一个内容当中 我想洪秀柱有机会用 所谓的王金平的法律战 来最后捍卫他的选举总统的权力吗 不是洪秀柱不能开支票 可以开了 他没有党的硬件 他不能开 所以支票没有用 可以开支票 硬件朱利润在把管 所以权力在他手中 我先讲说这次到底是朱选 还是朱不选 刚刚说选 时期也觉得很烦 也很麻烦 说不选更麻烦 因为你不选 你中常会提案 就是说我们开临时权贷会 然后就是要请朱利润出来 结果到时候朱利润没有出来 那不是骗局那是什么 就只是要骗大家去开个临前会 然后把朱主席干掉而已 然后到时候再找 我说假设不选是骗局哦 是 假设是选的话 我先想一想 这个比古人的脸皮还厚呢 这个宋太祖赵宽印 是不是 陈桥兵变 黄袍加深 黄袍是别人帮他批上去的 对 今天这个总统制度写字的 当然是朱利润定的啊 你自己讲说要做好做完 就是不会参选嘛 结果这个陈桥兵变 原来这个什么 黄袍是自己去定制的 然后自己穿上去的 那你不觉得比古人 还厚脸皮吗 所以他进也难 退也难啦 为什么到现在他还不能下 下决心中 就是我选 为什么不敢讲 至于红袍柱会不会参选 会不会采司法这个手段 我到昨天观察 我认为是不会 因为他后来生意已经变成软掉了 他既然已经要诉诸在全代会 要讨回公道 他就认同说全代会那些党代表 可能会帮他讲话 我告诉你 假设你对整个流程 你是经过一个明媒政局提名的候选人 然后今天中常会说要开全代会讨论你的去留的时候 基本上他就应该反抗到底了 不应该讲说 我看全代会的声音怎么样 所以我先讲他应该不会采取司法行动 采取司法行动恐怕也讨论过了 就说好我采取所谓王金平制的假处分 就是说暂时定那个暂时状态 就是说我现在是中俄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那你要把他换掉对不对 我赶快提假处分 就是我定我是候选人这个状态 可是你只是把候选人的状态定住 保住这个资格 问题是党中央不发给你政党推荐书 他不给你 你还是不能到中选委去登记 你既然不是中俄国民党推荐的 你必须走联署联署时间里过 所以这个来不及 那假设好今天 中俄国民党提名朱铃或其他人 他会给他政党推荐书 但是还是有疑义 我想洪秀柱看这个样子 不太可能采取所谓的角度政策 他如果采取所谓的角度政策 假设政党推荐书发出去了 未来假设洪秀柱 那是可能是选完了 官司打赢了 你当时发这个政党推荐书 就有意义了 法律上就有问题了 那就很热那很乱了 不晓得到时候该怎么处理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处理 宅审现在时间已经到越来越到 所谓的最精彩的下一周的临时拳戴会 故事就要揭晓了 你们就开始要拌杯 那国民党要怎么走 这要怎么走 这时候南方硕就说一句话说 洪无论绅士能力 都不成为一党的冲动候选人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他打死不退 最后会形成大规模的退党潮吗 麻烦这个翟审你掐指一算 到底国民党这一期怎么下下去 广告之后我们听一下 这个血痕怎么解释 今天我请建南老大来讲的事情是他那句话 917不是 1719不是 不是开始 是917才开始 结果我刚才时期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好像真的就是917开始的 对 看起来这个行动 我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说 大概是从洪秀柱闭关之后 这个行动就已经紧锣密鼓展开 譬如说 党中央在9月的中旬跟下旬的时候 又播给了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 第二波的竞选经费 他们上一波不是已经给了300万吗 这一波又给了100到300万不等 而这个动作也使得这些立委提名人 更乐于配合党中央的动作 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铺陈 那还有另外一个动作是 党的副主席黄敏慧 他也在9月中的时候开始下乡 去拜访各地的卸任的县市长 这些国民党的这些人 然后去探寻对于洪秀柱 当母鸡这样子的看法 地方放上面的反应 然后并且回报给党中央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换柱的 一些铺陈的动作 然后并且希望寻求 地方基层的权力配合 所以詹森你怎么看这事情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么说 地方能不能够配合 你其实仔细看相关的民调数据 南部并不是真的那么讨厌洪秀柱 因为包含了新新闻 包含两岸政策协会 实际上他们问了 没有那么讨厌 但是问题是对于选民 或是对于地方的 相关的党部工作人员来讲 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反复 就是你反反复复 那地方的支持态度就变得很为难 那我现在到底是要帮他安排 然后大家一起动员到现场呢 还是说我们大家就把这场仗 当作最后一战 那打完他就下台 我觉得其实你仔细看上一次 这个宋楚瑜在台南的造势活动 你就知道虽然资源少 虽然大家也想说可能 据说张硕文还很担心 5点之后还一直打电话说 那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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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后来其实是真的 当场的表现是不错的 为什么 因为对亲民党来讲资源少啊 我能办那几场就这几场 我这一场一定要尽全力办的时候 你仔细回想看看 那朱祝雪有多少这样子的机会 他最大场我仔细想一想 好像才一个室内场 大概2000到3000人而已 那难道国民党办不起这种活动吗 还是你其实办得起来 但你底下的人知道推测上议 认为上议没有要做到这种程度 那所以我们就给你初步的小小动员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大家内心在想什么 其实是真正重要 所以建南老大 你说这是过程 但是还不是结果 我觉得现在快要接近结果了 但还不是结果 还在过程中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觉得马英九要好好地检讨 今天这个民调那么低 马英九的政绩是个问题 还有今天这个立委跟总统绑在一起 那么复杂 也是你马英九搞的 以前两个是分开选 你分开选就不有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 他是应该好好闭门思过一下 但是他非常荣幸 他是中华民国国民 他如果是日本人的话 是要切副的 是切副 暗潮汹涌 我就不相信住会闲到底 我就不相信不会拔住 但是我只是看 我没有插入 我只看九一七是什么东西 而且他们最恶劣的一点 就是说后来让你 红秀珠要去联署都不行 前面还哄你 然后到你要让你联署的时间过了 否则今天假如有个十五天 红秀珠联署可以过 我告诉你 红秀珠可以联署的过 我不让党提名 我让人民提名 联署 所以他是撑到 联署的机会都没有 都没有 直接就腹底抽薪 所以我这个很恶劣 我说这个很恶毒就是这样 说得搞半天 这里过程当中 就是有一些人在运作 从七一九中 那也是他预测猜测的 你不能证明